我們來看一下教師研習統計表這一題 特別注意喔 續責二師入門幫 誰有參加誰沒參加 請你先把優標放在4個 插入最近使用過的函數 用SAMIF 按確定 那一樣三個問題 第一個 你要找什麼 特別注意喔 Range 請你切到續責二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公式裡面會多一個什麼 續責二驚嘆號 意思就是說 你要在 續責二的工作表裡面找 找什麼呢 找姓名的下方 就是從B2 一直到B16 這個範圍裡面 這是你要找的 第二個問題是你要找 Quateria 找什麼東西 就是條件 找王慶祿 OK 所以上面 這邊就喔 因為我要找的在隔壁 所以我先切到續責二 找什麼呢 找那個 王慶祿 然後呢 加總 加總 一樣 切到續責二 把他的延期時數 範圍全部全部 選起來 OK 然後再切回到 中間 Criteria 切回來 OK 應該可以知道 我在做什麼 1跟3 是在續責二 第2個 第二個 Criteria 是我們這個 王慶祿 也就是說 我要 判斷的 跟要 加總的 都在續責二 等一下因為會向下填滿 所以記得 一樣把這個 續責二選起來 F3 F4 按兩下 比較精確 為什麼 剛剛講過 鎖 列就好 OK 然後這個也把它鎖起來 F4 鎖兩下 鎖列就好 因為等一下 向下填滿 按確定 馬上 如果有參加的 三個小時 沒參加的 零個小時 這樣很快的 你可以 幫你找到 誰有參加 而且參加幾個小時 馬上 就會有答案 OK 那如果說 像以這一題的延伸題來看 假如說 請你把那個 續責二 如果說這個 續責二裡面呢 是入門教學 然後呢 結果 又過了 過了一個月 又再辦那個 進階班 因為可能入門班 大家學完了 進階班的話 想要繼續再 向前再多學一點東西 所以我們又把 續責二 這個工作表 拖拉到 到後面 按Ctrl鍵 等於是 複製一個 那個 續責二 把續責二 改去的3 記得 Ctrl鍵按住 等於是 早上講過了 複製工作表 然後請你把這個 把這個 入門改成 進階 也就是說 假設 我們又多 開了一個 進階班 然後呢 然後呢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刪掉 這兩個老師沒參加 所以編號重新排一下 停止掉 時速的話 特別注意 編號就是 從 一樣 1 直接就是 1 Ctrl鍵按住 向下填滿 它就自動幫你增號 原期時速呢 全部兩個小時 所以這個時候 不用按Ctrl鍵 直接向下填滿 按Ctrl鍵 它不會幫你 加1加1 直接向下 變成複製 上面的數字 每個人呢 都有兩個小時 可是如果說 假如說 我們剛剛不是統計完了 現在切回再續著1 如果我說呢 我要再統計 把進階班的 參加人數 也幫我加進來的話 怎麼辦 其實 這有個取巧的方法 什麼方法 後面怎麼樣 加 加號就可以 加什麼 很簡單 把前面公式怎麼樣 複製一下 Ctrl C 貼到加號的後面 Ctrl C 3名 可是 哪邊要改 這邊是不是 請你把那個 我剛剛不是有 蓄著2 改蓄著3嗎 這邊改蓄著3 那只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所以把16改成14 蓄著2一樣改成蓄著3 然後呢 C3到C16 因為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所以把它改成 C14 C4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啦 其實後面 如果說 還有 進階班 還有高階班的話 那一樣嘛 反正你就是加嘛 他就是把前面公式複製 加貼上 加貼上 然後呢 修改什麼 修改對應的 工作表名稱 跟對應的那個什麼呢 範圍 因為少兩個人嘛 所以你把那個 那個16改成14 那工作表名稱呢 把它改成蓄著3 打勾 下下填滿 放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之前有再多參加的那個 他的時數 也會被再累積進來 所以如果之前參加3個小時的 再加5個小時 如果本來是1.5個小時 那就會 幫我把這些 時數 給累加進來 OK 這裡的話 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累加 最後還有 多補充一個部分 什麼部分 就是 就我同學會問到一些 比如說像什麼問題呢 就是 如果 這個範圍 裡面的公式 第一個我不想讓人家看到 為什麼 人家會 這些是我想出來的 這是我的智慧財產 我很多人都會希望把他鎖起來 第二個呢 我不希望人家竄改 所以我希望 保護 不能讓人家隨便動 不然有時候如果人家亂去動那個時數的話 那就會有爭議了 所以你必須保護兩個東西 一個 是 不能變更 第二個是 游標放在上面的時候 不能顯示這上面的公式 尤其顯示公式 好像蠻重要 你想出來的公式 一定要把他保護起來 所以 怎麼樣保護呢 其實很簡單 一 請你先 把這個範圍全選 全選應該會 二 請你在這上面按右鍵 除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選到 儲存個格式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用過 在這個儲存格式的最右邊 有一個保護 保護裡面 記得喔 全部都不要打勾 也全部都不要隱藏 意思就是 我先取消 把有保護 有隱藏的 通通都 取消 只有一個地方 我保護 哪個地方 所以 第一次 是全選 全部都取消 二 再到你要保護的範圍 再做一次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只有這個範圍做什麼 鎖定 鎖定就是 我要保護 印倉 就是我要把公式 不要讓人家看到 只有這個範圍喔 其他一定就是不要 你如果沒有做前面那個動作的話 可能會 把不需要保護跟不需要隱藏的 都保護了 所以特別 預設我記得他是全部保護 然後 只有這個範圍按確定 但是現在公式 跟保護還沒產生 所以怎麼保護 請你切到教越 教越裡面有一個保護工作表 這個地方 一定要再 加上去 教越 保護工作表 這個 然後你直接按他 當然你可以直接按確定 不過 我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密碼的話 只要有新人 他到教越就可以馬上取消 取消如果沒有密碼 等於是 有保護跟沒保護一樣 OK 所以 記得這邊加什麼 123 隨便 我是 習慣是1234 記得那個密碼要記下來 不然以後有沒有人會知道 你也打不開了 我之前有同學問我說 那密碼不見怎麼辦 我怎麼會知道怎麼辦 我也沒辦法破解 因為這個是微軟的產品 而且他越後面的版本 保護越好 到128位元 128位元 那可能性太多了 要破解幾乎是很難的事情 所以 但是有沒有辦法破解 怎麼破解 怎麼破解呢 等一下再看 還是有辦法 他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密碼他會再叫你輸入一次 一模一樣的 按確定 按確定之後 請你看一下 做完之後 有沒有 油標放在上面 你會發現 公司不見了 有沒有 而且他跟你講說 沒辦法變更 他會保護 所以如果說有 老師 他想要變更 比如說他明明沒參加他想要把他改5個小時 輸入5 他馬上會跳出什麼 您變更的範圍已經 無法改變了 他可能會做一件事 怎麼樣 他可能也懂 所以他在教育裡面 有沒有 取消保護 但是如果你剛剛沒有加密碼的話 馬上就會被取消 就是馬上就會 看到了 但是如果你加了密碼 他如果亂輸入 按確定 密碼不符 不能夠修改 除非是你自己 否則的話 沒有人 可以 把這個給 給變回來 但是還是有方法 可以 把這個 如果未來 如果 你要加是OK 可是如果未來 你想要知道別人 加了密碼 因為應該有看過吧 明明 這個怎麼做出來 我好想知道 裡面 我想很久 想不出來 可是卻被保護住了 怎麼辦呢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 你把這個檔案 傳到 Google 試算表 轉換成Google 試算表 那Google 試算表 因為它裡面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它會把那個功能 直接就 破解掉 所以你一傳到Google 試算表 特別說 傳上去之後 它有個功能選項 就是要不要轉換 成Google 試算表 那個要轉換要打勾 打勾之後 你把它傳上去 本來保護的東西 就 不見了 就不保護 不知道各位 應該有用過Google 試算表 Google 試算表 Google 試算表 那個功能呢 實際上 就是 你要先連上 因為我們這邊 網路 我把這個網路 設定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你就先把 如果要破解 破解 一先把它存起來 假設我把它 立存新代 假設這個已經是存好 比如我今天放在桌面上 比較好找 一放桌面上 二的話 把它關起來 目前這個是保護狀態 接下來教各位那個 如何破解 如果這個如何破解 盡量不要讓別人知道 以後 你也 這個是有保護 打開剛剛是 不行 那怎麼做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應該很多人問 所以順便就講 第一個的話呢 你要先 登錄到你的那個 就是Google 如果這邊要先連線一下 OK 第一個呢 就是登錄你的那個 Google 帳號 應該每一個人都有啦 只是說你熟不熟 那個 Google 試算表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你要把它傳上 你的Google 試算表 把它先登錄一下 因為這台電腦 因為這台電腦是 我老婆在用的 我自己習慣 是用 本來 我也一台 Mac 電腦 Mac 電腦 反而拿來這裡 會有 一點問題 因為Mac 不能插這種 它沒有 VGA的插頭 所以拿來之後 你還有一個轉接圖 還蠻麻煩的 那個東西 其實真的好看 有的時候 反而不耐用 因為那個 那個什麼 電源供應器 常常壞 所以我很少帶它出門 基本上已經把它供在那裡 當成一個精品 它真的很精緻 是沒錯啦 可是就是 OK 好像那不是重點 好 先登錄一下 喔 喔 沒有啦 打錯了 他有那個分心 所以我打錯了 OK 好 那再來就是說 你登錄那個 Google Google裡面有雲端硬碟 應該都知道 或者你到Google的首頁 有個雲端硬碟 它有 九個格子那個 雲端硬碟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的話 在這邊 假設 我要 傳之前 先確定一件事 右上角 會有一個 齒輪 右上角 有沒有 齒輪 齒輪的地方有個設定 你要先做什麼呢 先確定一件事說 它傳上去 會不會自動幫你轉換成 Google的格式 這個要打勾 有沒有 轉換上傳的這個 這是要打勾的喔 OK 這個一定要打勾 因為這個打勾意思是說 它本來是Excel 是微軟的Excel 當它傳到那個雲端上面 自動幫你轉換成Google的 這個要打勾 因為你不打勾的話 它不會轉換 確定第一件 第二個就是找一個地方 假設我 資料夾 隨便開一個 那我把剛剛那個檔案按右鍵 右鍵有個上傳檔案 右鍵上文檔案 然後檔案呢 在那個 我們的桌面上 剛剛這個檔 剛剛是打不開的 所以你現在 把它點一下 開啟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很快的幫你把它傳上去了 傳上去之後的話呢 會產生一個 就是 剛剛傳上去的這個 下午3點 09分 下午3點 沒錯 OK 點開來 那剛剛是有保護對不對 那你可以發現喔 傳上去一定是 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表示它已經幫你轉完了 變成Google試算表 這時候你把它打開來 剛剛是看不到那個 公式的嘛 現在可不可以看到呢 你油不要放上去 他還在 他還在 處理中 欸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出現了吧 所以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看到 應該都蠻多的啦 我想大家也都想學保護嘛 那如果你要 破解的話 就是不用什麼工具 你就傳到Google試算表 公式什麼都看到 OK 所以這種保護 就叫子防菌子 不防小人 所以 這招的話 我想可以 把它學起來 應該知道怎麼做啦 只是等一下有空的話 可以試試看 就是 密碼 那我把剛才的 重點回顧一下 一 你先把它 保護 記得喔 先怎麼樣呢 先全選 把這個 儲存格 記得 全部設為 不鎖定 也不保護 只有這個範圍 保護 鎖定 跟隱藏 隱藏是隱藏公式 再到保護工作表 輸入密碼 就OK了 這個時候 不能變更 也 不能看到公式 那如果說你保護了 但是你想要試試看 破解 很簡單 傳到Google 試試看好了 那可能有些同學可能比較少用Google 試算表 我建議你可以 多多利用它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有的時候你手邊剛好你有 Excel的話 直接用Google就好了 有的時候我也蠻習慣的 另外呢 我還蠻習慣把資料放在雲端上 因為隨時手機 拿著打開 也會有個雲端 雲端 硬碟 直接打開 隨時都可以看得到 不會因為你在 外面 看不到資料 所以很多資料我都傳上去 即便人在外面 我也可以馬上把檔案打開 跟對方講一些 可能 一些訊息 不會說 沒辦法 我人在外面 我什麼都看不到 不會 另外我的那個Google試算表 他給我的空間 非常非常的大 多大呢 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Google對我非常大方 他給我1.02TB TB 不是GB 那你們大概會有15GB 15GB 每個人只要有個帳號 就會有15GB 那我這個也是免費的 Google免費給我使用 那為什麼免費使用 我不是他員工 也沒什麼原因 其實我只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 最早那個Google地圖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Google地圖 Google地圖裡面 他有一些功能 就是說呢 在選單某 左上角這邊 左上角這邊 有一個 你的貢獻 你的貢獻 你的貢獻這些 這邊有一個 這邊要登錄一下 他有一個 就是叫什麼 在地祥導 那個在地祥導的專案 這個專案裡面 他就是剛好就是說 如果 你在這上面 你的貢獻 有沒有 那你如果把一些 比如說包含 你到一個地方 你去評論 或者是照相 傳相片上去的話 那他就給你分數啦 比如說評論一個 一分 然後傳一張相片 一分之類的 那只要累積到幾分 我忘記了 反正我就 大概一個禮拜 就達到了 因為我很習慣 到任何地方 某一家餐廳 好吃不好吃 之前先照相 好不好吃 再評論 對不對 然後就傳上去 那這樣關係 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就給我 1TB的 免費空間 目前我的分數是 快1000分了 等級是第五 那裡面我大概放了多少相片 我相片大概至少放了 2500張吧 然後 看過我的 那個相片的 總共有 468萬 其實沒有很久 那順便我也可以記錄我曾經到哪裡 然後呢 比如說我曾經到過的地方 都會列在上面 有沒有 哪些地方 上面有地標 那就有去過的 然後 全世界 然後哪一些是 比如說 按照觀看次數 哪一個相片 最多人觀看 像西門町 這次在西門町 那這次在基隆 這次在 神戶 剛好我們要去吃神戶牛排的時候 OK 不過看外面好像價錢很便宜 一進去發現那個賬單不得了 不知道怎麼點 好像進去 不是 不是黑店 它那個是 拿大獎的 有拿獎的 每個都好幾萬 我看到那個 不知道怎麼點 不過都日幣還好啦 日幣好幾萬也不得了 不過還是要點一些東西 硬著頭皮 吃吃喝喝啦 反正就是 到處旅遊的那些啦 像這邊是到 韓國換錢 民動 然後把那個 像這一張為什麼 很多人 看 主要是 到這邊換錢 價錢最便宜 所以大家應該很喜歡 怎麼換錢 諸如此類的 OK 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果你們想要 想要多增加一些空間的話 或許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剛剛我是 在雲南硬碟上傳之前 記得設定什麼 設定那個 將上傳的 檔案 轉成Google的 那個 文件編輯 格式 這樣子就OK了 你傳上去的檔案 他就會自動 破解 這個我不確定 不確定 他是個勾選 不過這個等於 這一段可能要卡掉 不然Google會 覺得我會破解他的東西 他會把我列為黑名單 因為之前我好像教人家 教人家一些東西 結果他把我那個影片 設為黑名單 所以可能 他還是會隨時關注一下 那個 影片內容到底 會不會 破解到他的東西 所以這個 好 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提到 破解 什麼 UTP的那種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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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